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各位和我們一起來 好 為什麼叫做石塘咀呢 其實就是所謂石塘 就是石礦牆的意思 以前曾經有石礦牆在這裏 什麼叫咀呢 其實我們站在這裏 以前有一個陸地伸出海 好像有隻手一樣 海以前叫做海軍灣 由於有石礦 還有一個土地伸出去 好像合國 所以這裏叫做石塘咀 其實我相信大家最感興趣 就是唐西楓月那段歷史 各位看過的那個 煙枝扣 所謂唐西楓月 就是1903年開始 在水坑口那些窗寮 寄宅那些 政府規定他一定要搬來這裏 所謂唐西楓月 就是唐西楓月 就是由1903年開始抱寫的 就是由1903年開始抱寫的 所謂唐西楓月 這裏主要是十字路口 這個十字路口 為何這裏 就是以前叫做水渠口 或者叫做新水坑口 因為你們以前站在這裏 以前是一條明渠 都是水坑 後來只一直蓋平 因為以前的記載 就在水坑口即是上環那裏 1903年就開始搬來這裏 順便提到屈地 屈地是甚麼來的呢 WHITTY是甚麼來的呢 當時是香港中華煤氣公司總經理的名字 屈地 為何呢 因為以前煤氣公司 就在屈地街旁邊 在兩旁都是煤氣公司 電車其實是1904年通車的 1904年通車電車是7月 應該是7月1號 這樣就應該是去到堅尼地城 去到堅尼地城 其實這個站早期是沒有的 應該是 我應該是去到大概1907、08年 在這裏設一個站 因為1904年主要有電車 其實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電車 有段時期 電車公司都有些專線 就由利縣來到這裏 方便在尼舞台晚上看完戲 在尼舞台看完戲 然後再來這裏尋歡作樂 這樣 每一晚電車公司會開一條專線 十二點鐘就由利縣來到這裏 各位現在開車 我一直都照說 電車來到這一段 就是叫做碑路詐灣 以前是屬於海軍灣和碑路詐灣 就是在1875、1876年 開始填海就有這裏 這個所謂碑路詐灣 就變了現在的堅尼地城 因為當時主張填海的 那位廣東堅尼地著士 所以這裏就用它的名字來改 叫做堅尼地城 入到這裏就是屬於以前的海尾街 亦都叫做鹹魚欄 就是很多人在這裏 就是賣鹹魚和海尾的 這個歷史 其實鹹魚欄最煩 開始煩盛是大概1910年代 1910年代 現在就越來越煩盛了 除了賣鹹魚以外 還賣很多海尾 包括魚翅那些 我相信這裏就最熱鬧了 因為以前 甚麼人採辦那些年貨海尾 都是來這裏的 尤其是大富人家 都是來這裏買的 我們進去那條海尾街 你可以看到這家人頭湧湧的 尤其是今天年23 是很多人走來 最後衝刺去採辦海尾的了 我們可以看到 就以前叫做鹹魚欄 現在都看到有些 都是在賣鹹魚的 有些 走過一點點 有一條威利麻街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街邊 那裏切那些火腿 如果你想買些漂亮的火腿 都是來這裏買的 都是來這裏買的 因為它在1981年是拆了的 那間錢鞋 這樣 這樣 這幅看見 也沒有遺憾 這間錢鞋 就這間 是1935年10月10日落成的 1935年10月10日落成的 當時標榜是 在三藩市 橫越太平洋 最高這間建築物 也都在 中東一路去到亞洲 也都最高這間建築物 當時來說 1935年10月10日落成的 就這間錢鞋了 1935年10月10日落成的 一個好人在公共藝術 那你覺得 好人在公共藝術 好人有什麼條件呢 在你來說 看的條件都明白 對 還有最好會跟 那個環境 或者當地文化 或者觀賞它的人 可以有一個交際 公共藝術 我覺得歷史 可以讓我們成為 我們公共藝術的 其中一個出發點 去想 我們公共藝術 可以怎樣去 可能會不會透過公共藝術 就帶給市民 可以想回以前 這個地區 有一些 意義的東西 一些特別的地方 為什麼公共藝術的 藝術品 真的要等在這個區 跟這個區有什麼關係 預測它也有一個功能 除了美觀之外 我會覺得 如果有一個功能 例如剛才說 例如有些等地什麼 可能有其他型 又漂亮 又等給人坐 我預測這樣會好一點 因為都會有一個貢獻 在這裡 不只是美觀上面 即是被藝術融入社會 而不是在這裡很高層 對 對 例如在這個中西區 就有一個公共藝術 你覺得這個藝術品 有什麼元素在裡面 新舊不同的東西 新舊不同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 如果教一種公共藝術 我現在這樣想 不要就是一張照片 很普通的一張照片 以前是這樣 現在一張照片 就等新舊不同的東西 可能會有些不同的東西 令我會明白更多的地方 而不是兩張照片 一堆文字 來表達我的地方 我覺得太… 即是那些人看完 可能會入錄 我會在這裡想像 究竟中西區是怎樣發展的呢 聽到很多關於唐西風月的東西 但因為我就是住在石塘咀那一頭 就會想起 原來這裡 其實因為我以前住的地方 都有見過有戲院 就會想起 原來在西區這些地方 對於我來說 我由出生到現在 都是一個住宅的地方 但是 原來其實 石塘咀以前 是一個比較… 可能也挺熱鬧的地方 就是因為有這個 唐西風月的時期 詞曲字幕 文字幕 李宗伟 有一張字幕,李宗伟 背景視線 這張文字幕,李宗伟 甚至有 一定復立的地方 在稍後 有理應 市面上 平行,不知 在北部